各位好朋友大家早 这个锁定目标专注重复 行动引发支持 肢体改变状态 没错 行动引发支持 这个顾老师跟我讲的这一句话 我觉得也是没有错 当我们每天持续的重复 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例如说我每天早上五点半醒来 六点下床 然后带羊出去吃草 那羊就会长大 行动引发支持 羊每天就会吃草 每天不断的长大 长大就会生小羊 小羊继续再变成大羊 大羊继续再生小羊 锁定目标专注重复 我的羊就会越来越多 发电歌每天早上直播 就是锁定目标专注重复 今天发电歌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这个房地产直播 讲的就是竹风极美 竹风极美这个建案 今天发电歌的版型 稍微也做了一些调整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我把这个标题放在荧幕的右上方 然后呢 再把 再把我们这个 再把 字幕呢放下面去 因为未来的发电歌会在这个字幕上面来做一些加强 就是把它增加一些字幕上去 让大家来看这个发电歌的房地产直播的时候 能够能够比较清楚的有字幕可以看 好各位好朋友 发电歌今天来跟大家来分享 在新竹县竹北市大圆柏旁边的这个竹风极美这个建案 跟大家来分享啊 那在竹北大圆柏周边除了竹风极美之外 还有哪些是大四房双车位的产品 今天呢就让发电歌来跟你说明 分享 OK 那待会大概有25分钟的时间 我们就来把这个建案啊 来来做一个详细的说明啊 发电歌的房地产直播是目前竹北 就是动态影片来说是最齐全的建案介绍 第二个呢 发电歌的房地产直播是目前大新竹地区唯一一个 周一到周五不间断的房地产直播频道 第三呢 发电歌房地产直播提供各位好朋友 投资客朋友啊自住客朋友最新最及时的 竹北周边的房子一个建案啊 还有房地产消息的分享啊 第四个各位请麻烦帮我Google搜寻发电歌房地产直播啊 啊这个竹风极美啊 他是一个大概已经新建差不多五年的一个社区 那他离竹北这个运动公园啊 就是限制二企运动公园很近 大概走路150公尺就可以到这个运动公园 那边有游泳池 有篮球场 然后有非常大的一个足球场 还有这个为现在啊就是新竹有一支NBA等级的篮球队叫做工程师 叫做工程师篮球队哦 我讲NBA等级就是他的拉拉队跳舞 几乎跟NBA等级是一样漂亮一样好看的 然后他最厉害的地方就是竹风极美这个建案距离远东百货的这个远东新世纪百货呢 这个是一个停车场跟百货公司BOT的案子 只有400公尺就可以走到这个大远百 所以发展哥今天跟大家来分享这个竹风极美这建案啊 为什么我要讲 因为大远百周边非常非常稀少大四房双车位的产品 所以今天发展哥跟大家来分享就是 大四房双车位在竹北大远百周边有什么产品给你看 那特别今天着重讲竹风极美这个建案 在竹北交流到下来呢 你会往高铁方向你会马上会看到一个就是 右手边有一个全国店子 然后会有新加坡的一个餐厅 然后有有一个经验会馆 左手边呢就是目前已经新建进度到百分之八十的大远百 那右转呢就是新竹县立体育馆 左转就是台大预定地 那发展哥今天分享的竹风极美 就是在右转庄近南路 第一个大马路叫福星东路一段 这里就是竹风极美 对面各位一定听过叫做封城之月的餐厅 所以这个地理位置相当的不错 最重要的就是朝南 各位这两天在新竹我们发现 风超大的 体重不够还会怕吹走 还好发展哥体重八十八公斤 完全撼动不了发展哥 但是你看有些小女生四十五公斤 要来到竹北真的有点困难 第一次来竹北如果没找八十八公斤的男朋友 恐怕很容易就会飞走 那房子也是一样 我们在新竹只要你是朝北的房子 不管是落地窗啊 多厉害的旅门窗 不管是什么各式各样的防风旅门窗啊 你只要遇到新竹风 你一定会有那种咻咻咻的那种声音 所以我们朝南四房双车位 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少见 因为大家买了 住进去呢感觉舒服 他就不轻易的拿出来卖 今天发生一个讲的就是新竹风雨洗来灯发大饭店 远东百货 龙翔影城 体育馆 这四个非常知名的地标中间这一块 在光明六路与福星东路 庄晋南路与自强南路中间这一块 这在未来真的是非常非常受欢迎的指定热门的一个区域 在县政二期里面 为什么他会收到指定 因为他的生活机能便利 吃喝玩乐 餐厅运动 观赏球赛 看演唱会 台积电的运动会通通都在这周遭来举行 我们继续看下去 这个竹风吉美他的标榜 就是竹风建设跟吉美建设 各位吉美建设在台北市目前还持续有在推案 那竹风建设目前在竹北推案包含竹风树海 竹风真好 那桃园青埔地区他也有在推案 那吉美建设不用讲了 他已经是一个非常老牌的建设公司了 所以这两个建设公司竹风建设以及吉美建设 两间公司合作的这个案子 他真的是接近豪宅等级的 那加上他又是潮南的四房双车位 所以他基本上就是在体育馆周边 想要找这种类型的产品 几乎非常非常少见 而且他是全栋四房双车位 户户朝南 这就是他厉害的地方 所以他非常非常稀有 市场上拿出来卖的案件 可以说是屈指可数 今天发展哥带大家先来看 你看他的公社还可以吧 公社很不错 公社还挑高 挑高的一个做法 然后这是一个他们的一个示意图 就是当初竹风建设在卖的时候一样品屋 这个把他的一个好处跟优点都透过样品屋来展现给大家来看 看一下我们竹风极美 在竹北交流道下来之后差不多三五百公尺竹风极美 他的基本资料 福星东路一段两百六十一号 总户数有五十一户 屋龄到目前为止是六年 总楼高十三层楼 十三人楼是分成两栋 两栋 两栋 两只电梯 两户 两梯两户 各位 有没有注意到 两梯两户 大部分的房子可能是三梯六户 四梯八户 这个是两梯两户 你说一梯一户 那就是纯豪宅 那是没有错 两梯两户 很棒 国小是新农国小学区 以及成功国中学区 车位的类型是坡道平面 土地使用分区是住一 住一 规划了住宅以及店面 住宅以及店面 店面有四个店面 然后都是双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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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南 顶楼呢 R楼是他们的公社 公社 所以我们从这个 这张照片来看 我们看 它的一楼是四个店面 朝南面 封城之乐餐厅 竹北封城之乐餐厅 是相当受欢迎的一个餐厅 谢谢我们的顾老师 还有 哇 土地王 看我们的直播 谢谢 竹风极美 它这个一个规划 它基本上就是四房双车位 朝南 这是非常受欢迎的一种房型 在新竹 竹北地区 因为新竹真的风很大 这两天 也没什么台风进来 它风就是大 大到你以为台风来了 所以它的一个规划 我们从室内来看 你看它顶楼R楼的公社 它有做交易厅 也有做卡拉OK室 这个 以住户的一个使用品质来说 它没有 它没有那个 小宝宝育婴室 它没有 儿童 儿童室 为什么 因为这个竹风极美 四房双车位 朝南 大四房 它规划是属于40岁到50岁中间 换三房换四房 主管等级来居住的一个样式 所以它没有育婴室的 它也没有小朋友 儿童游戏区 它规划就是比较高级的 比较属于 这个比较高阶的一个规划 这个是R楼的 入口 入口的一个意义 这个实景图 实景照片 实景照片 这也是他们公社的一个规划 这是竹风极美 竹风极美 从风尘之月 往这个角度拍 拍得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 我个人是很喜欢竹风极美的 这个大楼的 规划 然后在他们公社又挑高 做的是很漂亮 真的蛮好看的 这是它正面的外观照片 这是发展哥自己去拍的正面外观照片 很漂亮 两栋形 两栋建筑物 每一栋都是双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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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栋跟B栋都是双平双平双平 大厅也设计的很漂亮 非常接近饭店等级 这是它的一个外观 这是从侧面的角度拍摄 这个社区的入口 那它的车道呢 是这个 进去跟出来是同一个车道 就规划在东边 东面这个位置 附近呢 就是我们的 宪政二旗的体育公园 很近的 真的走路150公尺 你就可以去运动 那目前呢 在竹风景美这个社区啊 你只要出门 你比如说你要去黄金海岸 活虾之家 你要去东大排骨 你要去金鸿生 你要去江湖日本料理 因为庄近南路这一段呢 全部都是餐厅 全部都是大餐厅 你要吃什么都有啊 那最近巴安啊 巴安本来的成功二路啊 现在在文心路开一个VIP的店 所以 其实从竹风景美这个社区 你要走到成功一成功二成功三 成功四成功五成功六成功七 一直到文心路啊 非常多的高级餐厅 真的哦 厉害的哦 那竹风景色 我今天进到他们的一个 是网站里面看 他们他们讲的是啊 这个竹风景美社区临近新竹 县至二旗运动公园 沿着福星东路配置了 80公尺的一个乔木大树 这个树非常漂亮 主建筑是13层楼 双树两树双拼的配置 外观石材 二丁挂 敏石子再加上铁剑 所以整体展现出新古典的艺术外观 公社安装以意大利时尚风 的确有这个感觉 整树风景美的外观就是一个欧洲顶级的一个风格 漂亮可以说是好看 那他R楼啊最最顶楼也有配置健身房跑步机 那一楼呢 他有一个瀑布的一个景观啊 他没有让那个水停下来啊 他持续到目前为止还持续让他一直马达的运转 所以这个在以我们中国人的风水来说 他是有一个日日待财 看到水 就是水 就是等于财 这是他公社 公社很漂亮 漂亮 没有问题的这个可以可以好那附近的就是体育公园 体育公园旁边呢就是交流道竹北交流道 所以下来道竹宫集美他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交通便利的一个做法 那这张照片是从是从他的后后方往前拍 最左前方出现的这个中越黄院左前方中越黄院地院 大宅天井大宅天地都在这个竹宫集美周边 虽然我们竹宫集美规划13层楼 13层楼 可是他整个看起来是真的是有他们他那满大气的啊 四平八稳的一个建筑规划设计 旁边就可以走路150公尺就到体育体育公园啊 很好很好非常好 竹北首创五年防水啊 其实竹风建设他有一个在竹北市场上有蛮特殊的一个做法 就是他提供了一个五年防水 他其实已经突破业界了 一年防水两年防水保固 他给你五年防水保固 基本上就是代表他对他自己的施工品质是有信心的 那竹宫集美这个建案呢四面向阳也就是说你每一个房间或是每一个角落 厨房也好主卧也好房间也好阳台露台也好 通通都可以看得到光线 没有一间是暗房 那一楼大厅呢是挑高六米五 目前呢新竹县市挑高最高的就是盘龙一社区 盘龙一社区有这个挑高十米二 那竹宫集美挑高六米五 那其他的楼层呢 二楼到十三楼都是挑高三米四 三米四 大部分的社区都是挑高三米三米二 那竹宫集美三米四 所以他的一个舒适程度非常的不错 那发电哥选了A栋跟B栋里面的 其中一个房型给大家看 户户向南 客厅书房次卧主卧 通通都有对外窗 通通都有对外窗 所以他的一个规划 尤其他的厕所也是有对外窗 通风流通性加采光也好 这个没有问题 那竹宫集美 他的一个竹宫建设徐冬冲 徐董市长 目前在竹北市也有推出两个案子 竹宫树海在安兴国小 石兴路上面 也是潮南的规划 目前已经接近到封顶 外墙正在贴纸砖 很快的 这个维力撤下来之后 竹宫树海就会是在石兴国小 安兴国小旁边的一个指名的地标 那竹宫真好呢 Qmax是跟大陆工程合作的 与大陆工程合作 还特别请到柯P的妈妈来站台 那竹宫真好目前呢 规划30多平到40多平 单价开价11月 这个月就是前几天一个礼拜前 开价40多万以上 相当相当的有信心 相当有信心 不过这两天发电哥也 取得一个最新的成交消息 丰益的这个TagPAR在光明六路 若山旁边高楼层 也已经突破单价突破42万 所以真的要恭喜啊 恭喜啊 今年年中 进场买丰益TagPAR的朋友 价格已经来到40万 所以竹宫真好 以他在竹北的一个推案 他也直接推案破40万 只能说厉害 竹宫建设今年最大的案子 竹宫Qmax真好 在竹北胜利11阶 面积1000多平 总销50亿 而且他楼高是做竹北最高的哦 28楼啊 目前竹北28楼 楼地板加厚到18公分 还提供10年防水保固 所以刚刚巴电哥介绍竹宫吉美 5年防水保固 他还不满足 竹宫真好 直接做10年防水保固 然后回头来看竹宫吉美 竹宫吉美总共2栋 A栋跟B栋 A栋朝体育公园 B栋呢 朝东 户户朝南 大四房 双12位 梯间放在后面 所以他每一户都可以看到 南边南方 261号 263号 265号 全部都朝南 拿出来卖的案子非常非常稀少 目前有一个9楼正在卖 坪数呢 85坪 开价2688万 听起来还好 以2020年新冠疫情整个竹北的一个房价上涨 为什么竹北现在房价上涨呢 很简单 CRS 他逼了海外的这个一个法案通过之后呢 他逼着海外的一些资金回流到台湾 他是一个全球性的一个防堵洗钱的一个法案 大部分的国家都必须参与 不管你在香港的钱 新加坡的钱 马来西亚的钱 美国的钱 大陆的钱 你通通都会受到这个法案的一个管制 所以这个很多人他必须把钱做一个重新的一个整理调配 再加上第二个 全世界的热钱发烧啊 这个这个跟银行借钱好像是不用钱一样 借一千万的利息一年才十三万 借两千万利息一年才二十六万 第三个 全球新冠疫情发烧 全台湾的一个科技产业 突飞猛进 因为不管你是在哪个国家 你都受到疫情的影响 可是你看因为疫情影响 直播盛行的 手机 荧幕 电脑 这些设备通通都要升级 网路5G 的设备 4G 5G WiFi的设备 网路设备 通通都需要 因为我们不出门买东西 都用网路 都用电视 都用电脑在买东西 所以变成了 科技业在台湾啊 一飞冲天 这两天的新闻 各位有没有看到 股市已经来到 一万三千点 再突破今年的新高 各位你理解吗 当股市突破新高 就会有一批人 把他的股票 换现金 套现了 会怕你知道吗 手上有一两千万的股票 你随便套现 一千万出来 在竹北就可以再买一间 所以九楼有一间 可以卖 竹丰吉美 在竹北大圆摆旁边 景观双坪车 六年乌龄 全壮臭吊车位 有六十四五平 坐东北朝西南 福星东路门牌 过马路就可以到 竹北体育馆 靠近圆摆商圈 四百公尺到圆摆 到喜来登饭店 五六百公尺 R楼是公社 顶级公社室内四十多平 所以独栋双拼的一个做法 一层有两户 两个电梯 三面采光 一层两户 两部电梯 三面采光 四面通风 超棒的 新农国小学区 成功国中学区 那么看一下俯瞰图 让各位再了解一下 马来西亚的朋友们 香港的朋友们 加拿大温哥华的朋友 美国的朋友 华人朋友 回台湾买房子 首先先来竹北找发电科 你看 这个目前的城市发展 整个高速公路 以东啊 竹北市的人口密度 破六千个人 所以因为人口密度 有到达这么高 所以收入水准又有平均来到一百八十万的一个社区啊 整个竹北东区 所以他的一个 他的一个这个买器啊 持续持续暢望 持续暢望 竹东几美的外观 也规划不错 周边的环境 发电科带大家来看一下 所以发电科的线上赏屋房地产直播频道 提供的就是各位 如果你人在台北 你在台南 你在台中 你在高雄 你有子女在竹北就业 读书 读清大 读交大 你想要帮他们买一间房子 你不一定能够随时随地来到竹北看房子 但是你可以透过发电科房地产直播的频道 可以看到最新最及时的竹北在地的照片资讯 我们互相交流 发电科本身可以提升我们的专业知能 也提供各位好朋友 你透过网路 透过线上 透过YouTube 透过粉丝专业 你可以看到竹北最新的发展 这是附近福星东路 以及自强南路的周边 这是爱因斯坦 竹北自强南路 以及喜来登饭店上面的一个现况 靠近竹峰吉美 也有灿坤 也有全国电子 也有吃的 也有喝的 也有办公大楼 爱因斯坦大楼 达文西大楼 这些都是附近四房双车位的选择 那四房双车位有达文西 有雅典 有德新摩玛 有德新地井 还有中越地院 中越黄院 流金 附格律 这些都有大四房 那些照片上这个就是德新摩玛 那德新摩玛 发电歌有一两户可以提供各位来参考 这也是四房的产品 也有三房的产品 在德新摩玛的后方 成功一路的后方 也有椰林首席 这个也是有四房的产品 那发电歌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竹风极美啊 这个是在风尘之月的正对面 双塔形建筑 两只电梯 两户 所以你要上班啊 要出门啊 你都可以都可以非常非常的尊荣的享受 这个电梯的一个服务啊 双塔形的建筑 户户朝南 四房双车位 五十多户 配备了一百个车位 每一户都有两个车位 非常棒 这是从我们一楼的角度啊 朝竹北体育馆方向拍 四个店面 四个店面 在他一楼 旁边就是捷安特 还有牙医 还有牙医 那再往前走几百公尺 就是德新地井 这边也有四房的产品 那他的后方呢 就是中越黄苑 也是四房的产品 不过啊 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啊 在自强南路 庄静南路 以及光明六路 福星东路 这个这个框框里面 各位要找到四房双车位朝南 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稀少 那庄静南路上面有江湖料理啊 也有火锅店啊 你要吃的真的是非常多啊 那台湾啊 非常有名的 Chartan 日出查太 还有烘培密码 他们总公司也在我们竹北啊 王老板本身事业非常成功 你要在东南亚要取得他日出查太 的一个代理权啊 你可能要拿出五百万新台币 才可以代理他的日出查太 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招牌 那我们离竹峰吉美附近啊 金鸿燊对面 也离手洗二也有四房的产品 不过目前啊 基本上三年五年才有可能有一户 释出可以让各位来选购 所以非常非常稀少 竹峰吉美是各位可以把握 那我们距离 这附近啊 不管要去顶好超市也好 一客来也好 全联超市也好 这附近啊 基本上超级市场非常多啊 你要说超级市场 为什么会这么多啊 原因也是因为竹北高铁 高速公路这中间 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就有六千人 每个月会有六百个人搬到 这个高铁高铁区啊 竹北市东区 所以超级市场特多了 那成功国中学区 也是我们竹峰吉美的一个学区啊 所以小朋友 你读新农国小 直升成功国中 通通都是我们竹北在地 非常非常你挤破头 都不一定能够进去的一个学校 那周边呢 在文新路周边有蓝亭序 有泰瑞吉祥 发生哥有一两户三房的产品 可以提供各位来选购啊 不过各位啊 我想要提醒大家 在竹北高铁区 你要选两房选三房 目前的货啊 真的不多啊 真的你 你要溢价 在竹北地区高铁这一个方面啊 目前可以说是卖方市场 你要杀价杀不下去 人家买房子 他用原价跟你买 人家开1638 他就成交1638 你怎么讲 现在买房子在竹北地 就是没有产品可以买 没有货源 你只能说人家开多少价格 甚至你要抢第一时间 跟仲介朋友来下单 你才有机会去下单 去看房子 这是文新路 文新路是附近 有人爱美丽华 这个发电歌也是 在竹北做房地产十几年 我一次都没进去过 这个也是非常受欢迎的建案 那流金 附格率 潮南通通没有货 一扫而光 只要有潮南的产品 我可以 这么跟各位说好了 各位自助客 听好了 各位投资客也听好了 只要你是成功国中 新农国小学区 实行国小学区 潮南不管你是三房 你是四房 我可以跟你说 在今年2020年下半年 想买你都买不到 是不是这样子 这真的不是仲介炒作 也不是建商炒作 也不是代销公司炒作 没货就是没货 因为股市都涨到一千三了 要卖股票换现金买房子 落贷为安的人 心理想法 发电歌抓得很清楚 好 今天发电歌跟大家分享的 竹风极美这个建议案 希望对各位有帮助 如果你觉得发电歌频道 现场赏屋 房地产直播 对你有帮助 说不定也对你的朋友有帮助 请你帮我分享给他 那我的手机号码 0909 539